疫情的最新 我们也都知道印度Delta变种病毒株 进入到了屏东封港地区 被坊间誉为是魔王入侵总统的故乡 当地群聚感染已经造成了12例的确诊 6例基因定序就确认是Delta病毒株 屏东县政府除了在封港设了快筛战 封港前进指挥所 发放防疫物资 关闭当地各营业场所之外 在今天上午8点 在中央紧急配发了1200剂的AZ疫苗之下 对完成快筛呈现阴性的18岁以上 民众展开了接种 民众冒雨一大早就来排队 而现在县府也规划 27号到29号三天内要达完 好 但是我们看看这整起 这方山的群聚感染案 就是大家最害怕的 也是全球现在闻风丧胆的 印度Delta变种病毒株 连同秘鲁境外移入的台中市的阿嬷 还有她的孙子在内 12名确诊者有6例已经确定就是Delta 而其余仍然在这基因势列的比对 县府廖迪从宽已经全面的提升了当地警戒 成立前进指挥所全力的防堵感染链 但我们就来看看这张图了 这张图让大家觉得触目惊心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害怕Delta病毒株 就是因为它的感染力非常的高 传播力很强 我们就来看到祖酸的个案之后呢 延伸下来案14407 它怎么传给案13332 它们之间怎么去传播的 这个是头 传过来的时候您会发现到 家门口放个垃圾 打声招呼其实都是有戴口罩的 而且他们距离是有1到2公尺 请注意都有戴口罩 但是打招呼却被传染了 那医生怎么看呢 医生就说了 他说这个Delta病毒的传播力很强 但是又加上了 其实南部人是比较热情一些 没有错 人与人之间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有比较亲密 但他们维持了1到2公尺 还是得了病 而现在呢白排车司机接触者 有一名外籍看护 但他如果又跟同乡同胞之间 又有接触的话 可能会看到什么画面 就会像之前苗栗的晶圆场事件 又要重演了吗 所以第一个传染力强 将在南台湾 大家彼此真的就是好朋友 见面的时候比较热情一些 都有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 我们再来看到这一块了 几个重点 都会是这一次Delta为什么会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 来我们来看到不知名的医护人员 他们怎么透露 他说硬毒变种病毒株 怎么传播的 还不是一群人心存侥幸呢 好 常常会觉得说是不是 今天都只有双北 或者是双北一桃 或者是呢 双北一桃竹苗 之间有这些疫情 感觉好像病毒离我们有一些远吗 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国境没有守住 那再来就是国境没守住 现在是连Delta都来了 真的不远了 就在家里面了 这已经不是在家门口是一间进来了 所以呢 真的是一群人心存侥幸吗 来这几大重点 居家隔离期间还在串门子 当午返乡的时候会被传染 搭小黄的问奖又中招了 泡茶吃饭等等 在现在三级警戒 这已经是完全不能做的事情 那如果是居家里面自己吃饭怎么办 也被传染 我们都知道家庭群聚也是很大的一块重要的重点 去拜拜的时候 庙方也被隔离了 一个印度的变种病毒株 烧出了我们的重重破口 显然我们的螺丝锁得还不够紧 我们来看一下 这屏东县长潘孟安 他深夜脸书上面又怎么发文呼吁的呢 原本他被骂爆 因为都说他怎么还在打这些文 你看到这边 屏东连续七天加零哦 或者他有讲到说 端午连假还好有守住哦 我们持续要加零哦 结果事隔几天 发现到其实在他发这些文的当下 他已经知道密鲁的这个骂孙 他们是已经得到了Delta病毒了 好那现在看到他又怎么说呢 被骂爆了之后 他昨天深夜po了文 他说第一句话 请不要将屏东给污名化了 再来也提醒大家 屏东的土地不会长病毒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 看完这通篇 先讲了他们是如何的最高规格对战 如何的要继续来防疫 如何请大家不要去污名化屏东 而屏东的土地真的不会平白无故出现病毒 好我们来看看下面 网友的说法 网友怎么说 网友说知道万华人的感受了吧 还说呢 依照池重梁的逻辑 这一次屏东就是破口吗 好在你说不要污名化 在你说屏东这块土地不会长出病毒的同时 我们就要问问看 那Delta病毒怎么进来的 是不是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守住呢 这个恐怕也是一个关键的重点 而现在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包含了印度的变种病毒 主要进来了苏贞昌的最新说法 要在这个时候来也许 政府基于职权尊重 但也不会回避 基于相关行政职权 我们会投为说明 T台跟华市想询问 新北侯友仪再度要求入境普筛 解割力LPCR 那请问院长的态度 那全面普筛防堵 Delta病毒是清台的关键解放吗 我们过去防疫的工作 都是随时从各方面 很密切的针对病毒 来做各方的防守 也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也看到 陈时中指挥官宣布 因应新的变种病毒 有新的做法 包括要解除割力的时候 都还要PCR相关工作 但我们也从各国的经验 跟我们自己累积的经验中 看到有许多的伪扬性 伪因性 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 最重要的工作 还是每一个人 依照指挥中心指引 把工作做好 把防疫做好 中央地方合作 这样才能把防疫工作做到最好 中天想询问 疫情冲击三井警戒 持续到7月12号 那8月公投是否有研议延后 目前的因应措施 公投的工作 我们都尊重中选会 依公投法及 职权行使 所做的独立评定 院长谢谢 谢谢 好你刚刚听到的是 行政院长苏貞 唱他的最新回应 对于整体的防疫 以及对于在防疫之后 828的公投 该怎么来处理 他刚刚都做出了最新的说法 但是呢拉回来讲 入境没有普筛就是重点 好针对刚刚潘梦安的这一篇poll 我们看到好多的网友 这个里面的聊天室 回应的非常的热烈 来江鹏辉他想反问说 那我请问万华的土地会长病毒吗 还有像是杨小婉他就问说 那他们为什么要污名万华呢 说不要污名化 卢小华他说了 结果贵党却把万华说成这样 真是可悲 而梦幽就说 那这真的是照石崇良的逻辑 难道今天屏东就是 破口吗 无论今天你是哪一个县市 你都是我们的心头肉 每一个相亲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请不要再分哪个破口 哪个破口 我当然知道今天 屏东应该不会被污名化 为什么 因为关键在于什么 我们来看到这张小小的图 ptt上面流传的这个文 这个文告诉了我们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秘鲁祖孙下飞机之后 到屏东居家隔离过程当中 一定会经过不少地方 也接触了很多人 但更基本的他要问 跟他们搭同一班飞机的乘客 和机组人员呢 裁剪之后 难道真的都没事吗 来最后一句话说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讯吗 没有人有资讯 完全没有画面 完全没有答案 大家都不知道 而为什么你的边境守成这样 好 另外近来难道都没有事 只有骂孙之间回到屏东才有事吗 同班级的状况又是怎么样 每天指挥中心开了这么多场记者会 该回答的都没回答到 不该回答的 不该说的 说太多的 真的都让我们听了好多 在今天 屏东县长潘孟安 一早先去关心了接种疫苗的状况 也被形容为准四级的防疫作业 他怎么说 赶快来听听看 我们只是在很精准的去做寿源 而这个寿源当中 我想我不知道其他县市怎么样 有些没有疫调 那有些没有寿源 甚至有不明感染源 但是我们像柯南一样 很坚实的去找出这个感染源 来寿源整个这样疫调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 那至于他这个传播率要多远 这我不是工卫专家 我只是凭着在行政的一个疫调 那由工卫专家来去做这个评估 包括这个基因的一个比对 也是过去 我们又要找感染源 由我们主动来跟CDC反应 这些没有用所谓的不明感染源 而是溯源去主动要求台湾第一件的 昆阳实验室基因比对 我想这才能找出一些 病毒株的来源 我想这是一个目前我们的作为 我想每一个县市都很关心 一样哪一个县市有问题 我们照样去关心 那一样大家都是台湾各城市之间 没有城市的分野 也没有城市的高墙 只要哪一个县市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也愿意来帮忙协助 那同时我们也在 我在昨天也分别介绍桃园 尤其早上就介绍台南 甚至高雄桃园 几个县市的关心 那我跟他讲 大概我们目前的医疗量能够 那也不用什么物资 我们也会瞅措 这个目前我们也都跟CDC 跟卫护部保持密切的联系当中 所以基本上我们谢谢 那我们也会彼此之间 做好防护措施